嗨 家人们 现在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刚拿到那个许可证 就是在阿富汗旅游你需要许可证的 去每一个省份需要一个许可证 我现在刚刚拿到 我拿到了四个城市了 喀布尔 坎那哈 巴米扬 还有荷拉特 我这回打算去阿富汗这四个地儿玩了 我现在准备去吃点东西 折腾一上午了 终于办下来 吃点东西去 这边有个大操场你们瞅瞅 很多小朋友在这边玩 我看到有打板球的 还有踢停车的小朋友 踢足球的我是没看到 好几队打板球的 就这边土特别大 就是纯土的 然后你看这边全是基本上是挺臭的 臭水沟啥的 说实话环境的话有点捉急啥的 你们看这边就是 我看的很多小狗狗瘦的都是皮包骨头的 那还有只小黑狗死了 看到没有 前边就有一对小朋友在玩板球 板球在印度 蒙加拉那边比较出名 没想到这边也有玩的 还有踢足球 还是板球 没有踢足球 可能全是板球 这边卖石榴是特别多的 水果基本就是石榴 还有橘子 柠檬啥的很少 大多都是石榴 石榴支我之前买一杯五块钱 现在到了 我来的路上就看到很多人 很多人在吃就是这种饼 炸的类似油饼似的 这就是这边的什么平民美食刮壁饭 这是 里面有葱还有 这是洋葱吗 里面这个 黄的 这边是甜辣酱 然后配这个 然后配这个 刚刚我闻了一下是甜辣酱 甜辣的 就是 三天来到这里 你想要去再一次 我会 是的 我住在这里五天多 然后去 哪个酒店你喜欢 我只来到这里三天 我不知道 旁边有吃饭的时候跟我聊聊天 就是站这个 很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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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着喝了个醋 我喜欢的 你先给你 好 烤了十六支弄的 酸蘸主要部分 没有多辣 你看里边蟹料 这韭菜吗 韭菜这黄的是什么 真没吃出来 黄的这个 我觉得像洋葱 这边 阿富汗离印度也很近 我觉得吃的什么也很偏 可能偏印度喜欢放洋葱 但是蘸汁 我吃饭小摊 对外身后 旁边就是臭水垢了 这个很好啊 嗯 这个很好啊 嗯 臭的个味还挺大的 不过习惯了 这比孟加拉还是差了点说实话 一个饼没吃吧 我吃完这咱去看其他的吃的啊 这边还有其他吃的 这边要买甘蔗汁 问多少钱来一杯喝 这甘蔗汁便宜啊 看人呗 每个人都用这杯子喝 每个人都用这杯子喝 不过挺甜的啊 需要喝了别拉肚子吧 里边好多小黑点 你看到了吗 全是小黑点的里边 然后你们看这些啊 不是不是有人到到一撂这 是这边阿富汗人跟着尿尿尿的 这边没有工作所基本 然后这边人就找个鸡脚蹲着尿 跟我孟加拉第一 我孟加拉第一个人 到第一天没有拍了孟加拉 有个男人就那么蹲着尿 你看这边全都是 我的好家伙 一个小鸡脚一个坑位 这是路边一家小摊 很多胡萝卜 我以为是那种卖胡萝卜 干吃胡萝卜的 一块钱一根好 我问他这意思是 结果意思错了胡萝卜汁 我已经没肚子喝了现在 我刚看了一个路过的人 就跟那啃小胡萝卜 然后看这个摊子 以为就是卖小胡萝卜 然后让人干吃的 没想到还是喝的 已经喝不下了 家人们 喝不下了 不过真便宜 一块钱一杯这个 人民币 比干扰汁还便宜 伊朗那边最便宜 三块钱一杯了 喝不进去了 我身后是一个街边的小巴扎吧 小集市就是感激的那种国内的俗话来说 就是那边有塔利班我不太方便掰 就是集市 卖啥都有 我拍讲照片后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这是集市前边也是一个大的臭水垢吧 这边环境还是挺那什么的 你们看那边 那边全是垃圾什么的 这边环境还是挺 全是塑料袋 本来我说给大家吃两种食物 吃完那个饼再吃其他食物 可是我现在肚子真的没地儿了 喝那两杯喝的我现在想吐 而且我现在想上厕所 这边没厕所 我找就上厕所 你让我就是跟本地人似的蹲墙角 找一墙角蹲着尿 我有一点不好意思 我现在当务之余我先找个厕所 然后这期的话先这样吧 回头有机会 我再给大家拍拍这边当地美食什么的 今天这期这样 我得尿尿去 憋不住了 行 大家拜拜 我说我要回家 有个本地大叔 骑自行车说要拉我一程 我家跟着有七八公里呢 不行这儿好久没坐自己这儿了 你从中国? 中国 中国 对 对 好朋友 对 大哥还给我投给葡萄干吃